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6月26日 第三装甲级军已经穿越了立陶宛 南北向打穿了整个白俄罗斯 和古德里安的军队一起截断了苏军的前后交通 到了6月28日 德军已经占领了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市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7天时间 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快一个月了 除了克里比亚门口的赫尔松之外 俄军还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大城市 从战略西大来看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有一点像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开战之前 美国发现俄国把四分之三的陆军部署到边境 还进入了白俄罗斯 就不断宣传俄罗斯要打仗 但是中国媒体一致嘲笑美国造谣 嘲笑美国撤离侨民的行动是制造恐怖气氛 间接阻止了中国6000侨民撤离 差一点就搞出重大的丑闻 俄罗斯第一天就大规模使用了空降兵突袭 这一点也有点像当年的苏联突袭杰克斯洛伐克 但是当年的空降兵 苏联几个小时之内就控制了杰克斯洛伐克的党政军机关 是干净利索的斩首行动 这次不仅俄罗斯突袭首都的空降兵被打回来 主力进攻一个月左右 还见不到明显的战果 自己倒是送了至少五个将军和七八个上校进去 实在是闹笑话了 从实际效果来看 俄罗斯的战略突袭不仅骗了其他国家 还骗了自己人 虽然开战之前就把四分十三的军队派到边境 但是很有可能没有命令普通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只让空降兵进行了内部动员 否则普通部队要增加合同兵 要动员预备役 要整顿装备 这些操作在现代社会一定会暴露 到时候就不只是美国一家认定俄罗斯要打仗了 俄国人也会知道普京要打仗 这场战争可能就打不起来 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教导我们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 现在看来很多俄罗斯军人 接到出国作战命令的时候 也感觉被普京突袭了 开战前几天 俄罗斯国防部甚至普京本人诅咒发誓 说没有义务兵出境作战 直到乌克兰抓到的小孩子俘虏打电话回家 家长才大失一惊 反复问他们为什么去了乌克兰 俄罗斯的第一波反战浪潮 主力就是这些家长 乌克兰抓到的俘虏和俄罗斯国内的家长都说 普京在发起进攻的前夜 让军官把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喊起来 在半睡半醒的情况下签合同 转成了合同兵 普京本人说只有合同兵参战 法律上或许是靠谱的 但是俄罗斯普通人显然不接受普京的说法 孙的兵法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普京的军队用字面一次的红小孩方式 动员第二天要去打灭国之战的军队 必然会影响战斗力 从战术上来说 短期服役的义务兵不会因为签了一个字 就变成熟练的老兵 半夜被叫起了签合同 更是严重打击了士气 士兵没有心理准备过程 紧张状态下发挥出来的战斗力往往只有几分之一 最要命的是 大多数军队不会真的做到枕鸽待弹 普通军人有很多应付训练和演习的小伎俩 只有真的进行了战争动员 士兵才会收起这些应付差事的办法 为了保命 他们也要把状态调整到不开玩笑的打仗状态 现在普京对自己的部队搞突袭 普通的士兵早晨起来就被要求发动进攻 很多应付军官的小伎俩都没有空收起来 很多装备还能应付检查的状态 就要接受实战检验 所以他们的战术动作从第一秒开始就变形了 发动全面突袭 俄罗斯士兵没有准备好 那乌克兰准备好了吗 中国媒体拒绝相信俄罗斯发动突袭 但乌克兰是相信的 毕竟俄罗斯把四分之三的一面部队摆到边境上 这不是假的 而自从卢卡申哥上次被普京救命 白俄罗斯就已经是俄罗斯的傀儡国了 乌克兰军队肯定会因为俄国军队进入了白俄罗斯而提高戒备水平 战略上当然谁也没有想到 普京真就违反了对德法领导人前几天的承诺 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价搞突袭 但最起码乌克兰在战术上是有准备的 战略上对敌人形成了突袭 战术上突袭了自己人 所以俄军胜利的前提是用战略优势压倒战略的劣势 比如说第一天就应该突袭拿下基辅 或者是快速歼灭乌克兰几支大部队 这样哪怕伤亡高一点也算赚了 但是从实际战果来看基辅没拿下 在俄罗斯境内肉眼就能看到的哈尔克夫也没拿下 马里乌波尔也刚刚进入市区 这显然就是战略优势没有能补偿战术的劣势 所以普京的突袭算是吃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扛枪的步兵不算是战斗主力 就算是步兵连 主要的火力和机动性也来自于技术装备 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打仗 刚才我提到了纳粹德国突袭苏联 二战时期的坦克虽然差 但也不是普通人能驾驭的设备 当时德国的坦克车组 驾驶员炮手和车长都是士官 只有装填手和无线电源才能用短期训练的士兵 到了现在不仅是坦克 步兵运输车辆也要士官来控制了 一个步兵班 至少车上三个人都是士官 车下还有六到七人 包括班长那里至少要两个士官各带一个组 加起来算一车十个人 至少要五个士官才能打仗 中国的普通步兵连的士官比例还要更高一些 换成美军 现在一个坦克连只有十四个上等兵 其他全都是士官 这十四个上等兵 就是十四辆坦克的装填手 只需要卖力气练胳膊 等到靠谱的自动装弹机出现之后 也就要淘汰了 美国步兵连也只有十八个上等兵 给美辆步兵战车的战斗组配两个人 负责扛标枪导弹和机枪子弹 开伙的机会都很少 而且上等兵又不是新入武的义务兵 需要半年以上的高强度集训才能打仗 实际的服役期基本上也要三年甚至更多了 这在俄罗斯的体制内也是熟练的合同兵 1941年 德国人突袭快速横扫了东欧 原因是之前已经有两年时间完成了动员 在低劣度战争中完成了训练 主力部队 尤其是摩托化部队的兵员都是服役两年以上 在进攻之前半年 进行了完整的高强度集训 就算是本来应该用士兵的装填手 无线电源 往往也达到了士官水平 这才敢发起进攻 不用担心突袭把自己的部队搞散了 俄军现在的义务兵就是一年的简单劳动力 合同兵也只有一部分符合士官标准 俄国法律规定义务兵不出国作战 但其实是因为出国作战也没什么用 只是因为俄国的国力 尤其是财力太弱了 还要维持几十万陆军的面子 维持那么多的士和旅籍单位 所以要把义务兵塞进去填满编制 这些人如果慢慢的动员 在国境之内打防御战争 用空间换时间 再用时间换熟练度 那是可以变成好士兵的 但是如果出国立刻进入战争状态 士官不仅不会觉得义务兵是帮手 还会觉得他们是累赘 再加上普京实在是遵纪守法 开战之前几个小时让人不睡觉 也要去签合同 兵力不足 那是必然的结果 之前 俄罗斯为了抢占格鲁基亚的南奥塞蒂 出兵打了格鲁基亚 已经发现义务兵脱了部队的问题了 而且那一次强行把义务兵带出国 制造了很大的国内矛盾 只是格鲁基亚实在太弱 所以没有给俄罗斯统治集团 制造足够的警告 现在乌克兰的国力和俄罗斯的差距 在十倍之内 所以俄罗斯暴露了 强行靠义务兵打仗的缺陷 按照你前面的介绍 俄罗斯这一次一直在宣传战争的正义性 以反法西斯名义对乌克兰施压 那这些宣传能不能激发士气 这些宣传内容 是俄罗斯官方媒体过去很多年 拉拢西方右翼的内容精华 是他们自己在西方媒体平台上 锻炼出来的一套体系 对于没有经历过正常舆论对抗的群体 有特殊效果 但是俄罗斯人自己 平时能够接触到双方面的信息 而且被类似信息灌输了很多年 早就脱敏了 我们考虑俄罗斯的军事问题 不能站在中国自媒体的角度 而是要站在俄罗斯人民的立场上考虑观感 克里米亚宣布独立之后 乌克兰方向切断了供水的运河 是俄罗斯外面指责种族灭绝的主要证据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 制造了三个中国不承认的共和国 乌克兰官方禁止这几个地方的居民 使用乌克兰的护照去欧洲 也就是说在收复国土之前 不给备战领土分享免签待遇 这在俄罗斯官方媒体也被宣称成种族灭绝 去年乌克兰拒绝买卫星疫苗 俄罗斯官方继续说种族灭绝 但问题是俄罗斯自己 都不愿意去用这个卫星疫苗 所以很多在我们看来是动员的仇恨宣传 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是负面信息 不能弥补突袭带来的准备不足 在俄国外宣的主导下 现在中国网民喜欢把亚素营 说成西乌克兰的纳粹 抛开西乌克兰这个概念能不能用的问题 亚素营的创始人安德烈比列斯基 是哈尔科夫人 他在自己家的楼上没准都能看到俄罗斯领土 亚素营的赞助人伊霍尔科罗默伊斯基 出生的蒂涅伯比特罗夫斯克 是伯列人涅夫的正经同乡 而亚素营本身也是从哈尔科夫足球俱乐部的 足球流氓发展起来的外围暴流组织 他和西乌克兰 哪怕是俄罗斯最近制造的大西乌克兰概念 也完全没有关系 和亚素营并称的右翼军事组织 还有个敦巴斯营 他的指挥官舍曼琴科是克里米亚人 而且还是萨瓦斯托波尔出生的克里米亚人 他的敦涅斯克长大 完全在俄语的文化圈成长 这个舍曼琴科2006年到2008年 在莫斯科俄罗斯电影学院学习导演课程 他的父亲母亲和兄弟 都非常支持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 从这些人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 他们组建的俄语右翼组织 对普京组建威权体制很有用 所以普京也很乐意发津贴支持他们 骨干成员甚至就是俄国训练的 比如说亚素营的成员 新纳粹组织的领导者 老婆还当过国会议员的克尔钦斯基 参加过德涅斯特左岸的冲突 帮助俄罗斯在摩尔多尔隔了一块地 还帮助俄罗斯打过车战战争 最近几天总是亮相的斯特列科夫 那个帮助普京抢下了克里米亚 斗涅斯克卢干斯克三周的斯特列科夫 就和克尔钦斯基算是亲密战友 在2004年大选中 克尔钦斯基支持亚路科维奇 谁都知道这等于支持俄罗斯 选举结束之后 普京的俄罗斯亲兵青年组织纳什 就邀请克尔钦斯基去了俄罗斯 接受防止街头骚乱的训练 其实就是教他怎样用看不出来的办法 殴打街头民众 给亚路科维奇撑腰 克尔钦斯基的极有意书籍在俄罗斯广泛发行 直到2015年 俄罗斯官方需要反法西斯的名义去打乌克兰 才把他的书禁掉 所以在俄罗斯的新兵看来 乌克兰右翼组织和自己平时接触的那时区别不大 在俄罗斯的老兵看来 乌克兰的右翼组织是自己的战友和朋友 如果不是俄罗斯一定要三个小共和国脱离乌克兰 可能到现在他们还坐在一起喝酒呢 所以用反法西斯宣传 也弥补不了强行开战的士气损失 在2013年之前 现在和俄军死平的大多数准军制组织 基本上都是亲俄的 当时俄罗斯还没有表露出直接占领乌克兰的意图 倒是对整个欧洲的右翼势力都有赞助 避免欧洲左翼对普京的执政风格批判太厉害 影响外交 除了前面说的这几个人可以拿到俄罗斯补贴 德国的选择党 法国的国民阵线 这些在中国媒体上天天挨骂的极右翼组织 都和普京政府关系不错 2015年 各国的极右翼和新纳粹组织在彼得堡开了国际大会 算是二战轴新国被消灭之后 又一次世界的右翼结盟行动 这次大会对普京有高度评价 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之后 又要去卢干斯克 这些极右翼发现俄军并不是盟友 开始急速转向 但就算这样 他们在乌克兰境内也只能得到情感支持 得不到多少政治资产 2014年 乌克兰极右翼的基金党 获得了7.44%的选票和22个议席 拿到了一个部长职位 但是到2019年 泽列斯基上台那次大选 极右翼总共只获得了32万多票 只有选民人数的1% 不到投票数的2% 没有得到一个议席 这在21世纪的东东 乃至于整个欧洲 都算右翼势力最弱的地方了 这倒是和泽列斯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有一定的相关性 现在很多国家因为担心外国经济冲击 都有一定的极有益 比如说德国的选择党 2017年得到了13%的选票 成为第三大党 刚刚结束的这次选举 他也拿到了10.3%的选票 成为了第四大党 在俄罗斯 自由民主党 领袖是日里诺夫斯基 政治主张比乌克兰这些组织要极端很多 最近选举也得到了7.49%的选票 是国内第三大党 所以用反法伊斯的手法 对俄军视频宣传 非常肯定让他们对俄罗斯的国内局势产生联想 考虑普京 日里诺夫斯基和普京青年团的性质 我猜 俄军根本就没有对军队做过所谓的反法伊斯宣传 乌克兰军队在东部的屠杀问题 能不能提升俄罗斯军队的士气 3月16号 乌克兰到海牙国际法庭控告了俄罗斯 说俄罗斯以反对种族灭绝的民意入侵 俄罗斯外交官立刻表示 俄方并不是以维护种族灭绝罪公约的理由 发动了军事行动 而是以国家自卫权的民意出兵 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这次起诉目标错了 反对海牙国际法院因此产生的管辖权 这可以看到 俄罗斯在外交层面正式传递的几奇 和他们通过RT电视台一类媒体散发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根据联合国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在2019年在乌克兰东部有正式报告 说法是 在顿巴斯的战斗中 先后有2500多人丧生 还有几倍的人受伤 俄罗斯外交部长刚刚还重复过类似的说法 从这些俄罗斯自己也确认的内容来看 整个顿捷斯克卢干斯克地区冲突死亡人数是1.5万人 其中超过1万人是双方的武装人员 剩下4000多人才是平民受害者 而且不只是亲俄方的平民死亡 乌克兰一边也有大量的平民死亡 从航拍照片来看 被打了8年的几个所谓独立共和国 势容要比打了几天的乌克兰城市要整齐多了 现在俄罗斯为了外宣 非正式地放出了一批大屠杀到处方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正式承认 俄罗斯自己也不邀请第三方的观察员去看现场 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被邀请到现场去确诊过证据 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谴责过乌克兰在东部有反人类的行为 这次乌克兰战争 印度算是最亲俄的大国了 俄罗斯也慷慨地给了回报 准备出售最先进的S500防空导弹给印度 但这印度也没有被邀请去卢干斯克的地方调查 可见俄罗斯也知道 自己这些宣传内容和正式的外交信息是不一样的 所以俄罗斯的外交官的海牙国际法庭 否认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反种族灭绝 俄国不邀请中立国调查 一个原因是没有其他国家支持卢干斯克或者敦基斯克独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地方也恐怕没有多亲俄 2014年这两个地方的州政府决定欢迎俄罗斯邀请俄军驻扎 结果前面提到那些俄国自己培养的 说俄语的优异组织起来反抗 最后还夺回了两州大多数土地 可见优异组织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 在这种地方调查伤亡原因 结果可能对俄罗斯不那么有利 结果还是俄罗斯宣传外交两条线 必要的时候混淆一下比较好 但无论是宣传文件还是外交文件 都不可能给它侵略乌克兰提高士气 这一次一直有人说 俄罗斯军队不愿意伤害平民 所以没有对城市进行强攻 影响了军事进度 毒公你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这个说法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战争初期 普京和俄军以为乌克兰遍地是支持者 就算不支持的人也不敢反抗 可以在行军中占领乌克兰 根本就没有做好大胆的准备 也就谈不上工程 但这不是善良 而是侥幸和虚弱 突袭基辅和其他大城市失败之后 俄军一直没有对哈尔科夫苏梅 切尔尼科夫几个交通枢纽 实现近距离的合围 城里始终有活跃的机械化步兵 时不时就要出来打一下 保证俄国控制不了环城路 所以现在的俄国卡车 经常要去泥静的小路绕行 经常被伏击 也始终给前线运不了多少补给 前一阵子 基辅北部那个几十公里的大车队 停下十几天 就是这个原因 你说俄国不想占大城市 或许有那么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但是在泥静的东欧平原上 你要是俄国不想要 这几个大城市控制的交通枢纽 完全违反逻辑 第一个星期 俄国就很快选到了火力压制工程 到现在也逐渐有资料 能够看到俄国无差别轰炸的效果了 只是因为俄国的弹药数量太差 空军的出动频率太低 才没有炸毁城市 我们熟悉的大城市工方经验 都是二战时期的 那个时候只有少数工厂和政府建筑 用了钢筋水泥 民房基本上都是砖器的 但就算这么一点工厂建筑 也是双方反复争夺 用大量的步兵才能躲下来 看斯大林格勒的经验 只靠炮兵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哈尔科夫这样的大城市 虽然是几十年前的城市 但也是苏联国力最强的时候 修满了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用炮兵去打 每一寸土地都是斯大林格勒 最坚固的产房水平 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炸平 苏联的经验是 如果一定要搞定 现在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就把重炮拖到近距离直射 才能打开一些通道 二战时候攻击德国城市的水泥建筑 苏联曾经用203毫米的B4重型榴弹炮 抵进到近距离平射 但是重炮本身又脆弱又昂贵 近距离射击必须有足够的步兵和坦克掩护 否则一定会被对方的机械化部队反扑干掉 现在俄罗斯切好去缺乏足够的作战部队工程 步兵也缺乏卫国战争的士气去掩护重型装备 在外面的野地里 他们都随便扔重炮 更不可能到废墟里和装甲车对射 掩护自己的中炮 所以现在乌克兰大城市还有很多完整的高楼 攻不下大城市的确是俄国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认为俄国不想攻城 或者担心伤亡不攻城 这就从结果倒退原因了 如果俄国第一天就通过巷战攻占基辅 无论伤亡多少 也不会有人从善良的角度去赞美俄军的 我前面说的这些内容肯定会有很多观众质疑 我欢迎各位去查证 只是希望各位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国内其他俄乌战争的内容 你是否会用同样的力度去查证 只要你考虑了这个问题 无论你是否真的对所有内容都查证过 你都已经知道自己潜意识里的答案了 在战线僵尸的背景下 杜公你怎么看待俄罗斯的未来呢 这次战争爆发以来 我似乎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历史场景 当然历史不会完全重演 最多是和上一次押韵 但是一般来说 押韵的这一次结果比第一次是要惨的 这就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一句话 所有的伟大事物都会出现两次 第一次是以证据角色出现 第二次就是上演闹剧 我们看这次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的兵力和战斗力没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第一天开始就多路分明 想同时拿下所有的战争要点 这是典型的明朝封建军队战术 明朝政府没有权威 让一个军官严格控制全军 也没有足够的后勤力量修通大陆 只能让每个将军 带领自己能护制的部队分头行动 明朝灭亡之前 最后一次全面出击的萨尔虎之战 就是这么输掉的 每个将军都挪用了军费养自己的家丁 对普通市民采取放任态度 甚至当成奴隶使唤 打仗的时候就指望家丁出力 当普通市民和家丁都不够用的时候 就会招募一些少数民族的封建领主来帮忙 比如说西南土司的军队 明朝可以许诺一些好处 让他们去北方打仗 这次普京就喊了车臣人来帮忙 车臣的军事贵族平时在自己的领地 随便执行宗教法律 俄罗斯法律管不到 几个领头的贵族经常对车臣人说 随时可以送俄罗斯独立 只是看着政府补贴的份上可以将就 这样的贵族军队上战打仗 打到现在没有伤亡几个人 和俄罗斯的总体损失很不相称 如果战线再维持下去 车臣士兵恐怕不是俄罗斯的福气 当然古代和现代的规律完全不一样 不能说明朝的萨尔虎战役可以套用到当代 但是我们真的要考虑 俄罗斯内部发生重大变动的可能性 俄国这次进攻乌克兰 战型信心很足的 否则也不会冒着重大的外交风险发动突袭 这又让我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奥雄帝国 拿到了德国的联盟保障之后 从巴尔干半岛开始发动了世界大战 这时候德国军官去检查了一下奥雄帝国的军备回去汇报 说我们很不幸和一个僵尸国家联盟 但是战争已经发动 只好打下去了 奥雄帝国的第一战就打了有直接恩怨的塞尔维亚 自认为有国力优势 人口就是塞尔维亚的12倍 1914年8月12日奥雄发动了进攻 没到月底就被塞尔维亚人赶出来了 1914年底奥雄帝国再次打塞尔维亚 占领了贝尔格莱德 还没有坐稳又被塞尔维亚人赶出了国境 直到1915年秋天 德国直接派兵来打 这才拿下了塞尔维亚 但是德国也因此损失了战略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奥雄帝国彻底解体 如果俄罗斯不能靠自己完全打败乌克兰 下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现在的统治秩序能否稳定 最近几个月中国媒体反复提醒我们 俄罗斯需要安全空间 需要缓冲区 需要势力范围 所以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觉得这种赤裸裸的利益判断 也算一种有逻辑的思考方式 但如果一定要选择这种思考方式 我觉得最好还是先站在中国立场上考虑一下 中国有且仅有一个邻国要求过加入北约 就是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在前两次要求加入北约的时候 明确表达了愿意配合北约修订国家战略的意愿 2010年俄罗斯和美国讨论建立联合反导系统的时候 也侧面表达过对中国的担心 从这个角度说 中国也许应该考虑 让经济总量不如中国一个省的俄罗斯 也去发挥缓冲国的作用 当然很多人会说 俄罗斯那么大 为什么要给中国当缓冲国 最后我只能说 普京对邻国申请加入北约的反应 在类似的逻辑下可以借鉴 世界上领土广阔的缓冲国有一个好例子 就是人口约等于美国十分之一的加拿大 现在俄罗斯的人口也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 放弃独立战略 像加拿大配合美国那样 努力发展资源工业 开发广阔的国土 同时也获得南方盟友的战略保护 其实是很好的选择 中国的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旦有了可靠的资源产地 一定能让俄罗斯这个比较穷的邻国 获得更多的消费品 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到蓬勃发展 可以对俄国提出安全保障 组织类似于北美防空司令部一类的机构 作为一个缓冲国的前提是本身实力弱 不足以成为世界的重要角色 俄罗斯最近的军事表现全世界都看到了 无论是训练水平 武器的更新速度 还是市民保养技术装备的能力 都完全配不上过去世界第二强国的形象 死一两个将军 我们可以说这是俄国军官身先士卒 勇猛作战 但是打一个中等国家 每星期死两个将军 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就是俄军的正常水平 甚至怀疑俄国战略武器的维护水平也有点问题 俄国1.4亿人民 也许应该考虑一下中国的善意了 也许有一天 北方边境会变成免签证的自由贸易通道 而哈尔滨长春这些城市 会变成俄罗斯人民的购物中心 现在的加拿大是中国人重要的移民目标 而我身边从未听说有人要往俄罗斯移民 考虑到两国的资源和环境对比 这种对比是不正常的 说明俄罗斯缺乏发展经济的体制 也在军备上浪费了太多的钱 现在的战争进程证明 俄罗斯在军事上花钱的效率很低 并不足以保持强国身份 所以我们应该认真替俄罗斯人民考虑 当亚洲的加拿大是不是更好一点 眼下不说太长远的未来 最紧迫的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如果战事不利 内部发生重大变动 中国应该怎么办 当年苏联解体 很多核武器分布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世界各大国都不愿意看到核武器失控 所以联合起来销毁了这些国家的核武器 其中也包括乌克兰 包括俄罗斯在内 各大国都对乌克兰当时提供了安全保证 如果现在战争旷入持久 导致俄罗斯内部出现重大变动 而武器有失控的可能性 中国也应该有预备方案 联合其他国家接管俄罗斯的核武器 考虑如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富裕和和平 乌克兰战争拖得越久 这种未来的概率就越大 如果只设想俄罗斯快速打赢之后的未来 对于大国战略来说是不负责的 我担任俄罗斯的稳定 理由是前面我引用的伟大导师名言 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因素 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这次俄罗斯主动进攻乌克兰 虽然武器陈旧 但物质上压倒乌克兰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最主要的缺点还是人 俄罗斯政府缺忠诚的人 缺有士气的人 缺可以动员的人 所以地图上貌似进入了乌克兰境内上百公里 但始终没有足够的步兵去打下边境城市 后勤一直是问题 第一阶段突袭失败之后 普京为了凑步兵 他连远东的哨所 首都附近的警察力量都调用了 但他很快发现步兵还是不够 这个时候普京就遇到了两难问题 动员还是不动员 不动员很难有新增兵力 动员的话 国内情绪普遍不支持打仗 可能会激起全社会的反对 现在普京的亲兵空降部队和警察部队都去了乌克兰 看着战线停滞也不愿意在国内搞动员 现在的局势倒很像是1942年的德国 纳粹政权知道自己失出无名 只是靠胜利和掠夺激发国内的战争情绪 所以担心动员会破坏国内小次战阶级的预期 破坏执政基础 不愿意在缺乏人力的时候搞动员 直到苏联发起来全面反攻 德国国内的军工厂才开始24小时保持生产 这种在动员问题上的纠结 要比物质上的困难更可怕 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并不愿意和政府一起分担战争的压力 反而质疑了战争本身的合理性 随着制裁的效果逐步暴露 俄罗斯消费比的供应越来越差 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俄罗斯内部出现重大变动的可能性 避免发生变动的时候手足无措 中国仿照普京的思路 给俄罗斯人民提供一个当亚洲加拿大的机会 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最轻松的选择 毕竟中国真的有俄罗斯几十倍的工业规模 好409期睡间消息到此结束 文的内容我们随后会发在睡间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如果你喜欢我们睡间消息的内容 请用各种方式帮我们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